下了這麼多日雨 真是煙煙悶悶 難得今天 大家看看天氣 也不用我介紹了 Hi 大家好 今天來到這個沙田 在田芯村附近 在庫田里 田芯街 這間榮法 其實我之前也介紹過 但今天真是陽光普照 和狗 沒什麼地方去 近地 就是大圍上面的田芯村 下來這裡 和狗出來吃東西 但天氣實在太熱 所以大家真的要準備水 還有一輛車仔 狗走地也很熱 我的狗很大隻 原本也不喜歡坐車 今天也坐下 因為太熱 首先介紹一下附近 在這裏 它就在街上走進去 其實就在庫田里 一直直進去 這裏也算是幾多車位 因為走到盡頭也有 但真的要看你好不好運氣 我今天來到 就有幾多車位 還有很多空車位 但我便放到最入面 這裏一直走下去 也有很多車位 你看看這車 不知道什麼環境 撞到這樣 應該是撞了 是等人整 還是什麼環境 還是未夠錢整 不知道 可能還未約到車房 有地方給它整 這裏 旁邊還有兩個空車位 但平時下來 大家真的要看看 好不幸 今天天氣真是很熱 一路走到盡頭 也還有 有車位 還有介紹一下周邊附近 除了我今天想說的那間餐廳 其實隔離也有很多食屍 大家亦可以選擇一下 這裏是有茶飲 即是點心 蝦餃燒賣 這間我都吃過 我以前吃蠻好的 但我現在有兩三個月沒有吃過 我就不敢說了 我之前吃過蠻好的 隔離有泰國餐廳 再轉彎進去 它還有一些餐廳 這間其實也是泰國餐廳 不過它轉目角也是它 但一路走下去 一路直走 還有這間 吃燒烤 今天就是我所介紹這間 環境大致上就是這樣 舒舒服服 很乾淨 還有一個值得讚 就是這裏的服務 姐姐 姐很好的 很有禮貌 又很歡迎寵物進來 又會讓小狗坐椅子 這裏有很多食物 食物我不多介紹 因為都是普普通通 有些都可以的 一般都是茶餐廳的食物 但它有很多 有燒味 粥粉 也有的 大家可以來選擇一下 食物的質素 跟一般茶餐廳差不多 要求很高 這樣就沒有了 只是坐下 小摸下時間 但大家真的帶寵物出來 真的要帶水 或者現在天氣太熱了 真的很多狗會中暑 或者很辛苦 你看看我這隻大狗 牠也要這樣 找風扇 牠才會舒舒服服 好了 今天就這樣了 祝大家 生活月曬 身體健康 拜拜